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有關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就是先繪製出一個,然後再繪製全部 所以呢,繪製一個,淡水,然後再來就安部 然後再刪除 這好像太寬了,我把它再拉過來一點 淡水,有了,然後安部 第二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繪製全部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接下來的話,你們就是 再來就是請各位在底下再增加一個全部折線 全部側站折線圖 所以呢,先淡水,然後再安部,然後再全部 那其實全部該如何撰寫,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你其實可以拿那個安部的程式碼 好了,不要安部程式碼,把它先複製過來 然後呢,在這邊上面加一個迴圈 那迴圈因為呢,我們總共會有幾個側站呢 總共有25個側站,所以呢你可以 那再來的話,可以把這個程式放在中間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大概分析了一下 總共會有幾個地方會不斷的增加 第一個的話就這一個 O這個地方 第一次是1,第二次是11,第三次是21 也是基本有1啦 那後面的話,必須加上10的倍數 所以呢,如果要加上10的幾倍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利用一個類似的功... 前面我們有增加一個類似的變數K好了 那基本上如果它等於它的值裡面一定會有1嘛 那後面的話就是加上i的幾倍 所以呢,i 假如說第一次...特別一定要減掉 因為第一次不加10的倍數 所以第一次請你把它減掉 然後後面加上乘上10就可以了 所以呢,如果把這個公式代盡啦 那我的想法是...反正呢,它一定會有1啦 所以呢,第一次假設i等於1的時候 那因為把i先減掉了 那0乘上10就等於0嘛 所以第一次就是O1 那第二次的話呢,因為i等於2 減掉1之後乘上10,那就是11 那3的話呢,減掉1就2 2乘上10就20 所以加起來就21 所以符合我們要的條件 那再來的話呢,把K放在11的位置 所以因為11剛好在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之後 空一個andK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一樣 andK andK,這樣的話就解決第一個問題了 好,那我們的 座標位置應該OK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它的寬跟高這個不變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 第一次應該是A2 有沒有,第二次應該是A3 所以呢,當i等於1的時候呢 那A2,後面應該是2嘛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相差1啦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i-1 OK,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怎麼改呢 首先一樣,把3的地方選起來 然後雙銀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那加一個i 然後呢 要必須加1,所以這邊加1 OK,然後一樣空格 and的符號前後空格 然後這個3因為是最右邊 所以呢,我們就是delete掉之後 and什麼呢 and i加1就可以了 i加1 好 這樣子的話呢 理論上,程式應該就寫完了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先分析 它兩個 這個先分析出來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果啦 就是這個 它會變11 那這個也一樣變11 所以兩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如果是i等於1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把它加1 就是它的值 所以這邊就是i加1 這邊也i加1 好 理論上應該就沒有別的 所以理論上 應該就把程式寫出來了啦 最難 最最最最重要的地方 k的地方 k的地方的話 記得,就是 基本上有1啦 所以再加上10的幾倍啦 那當然你 把1寫在前面跟寫在後面是一樣啦 所以 我忘記的 雲端上我是把1寫在後面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結果是一樣就ok了 好 那最後的話 關鍵時刻來了 我們來執行看看 不過我建議 你在run的時候 建議按F8啦 不然的話 可能會跑太久了 而且錯錯在哪裡不知道 k現在就是等於1 對沒錯 所以這邊是1嘛 所以o1 這邊o1 ok 然後呢 匯製出來了 然後sourcedata給他 所以sourcedata的話 就是他的資料 好 淡水就有了 沒錯 nest 再來就是呢 k應該電變11了 ok 沒錯 然後說 o11 o11 那 這個地方應該i加1啦 所以2加1變3 所以a3到m3 ok 應該沒錯 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匯製出那個安部 沒錯 所以理論上這樣跑的話 那就可以把15個 所以全部啦 那如果不按F8 全部跑 好 那看一下下一個 是不是台北 沒錯 在阻止湖 一直到基隆 ok 那底下的折線圖 又全部 就被顯示出來 一直到應該是無期吧 ok 好 那我們 會試完之後啦 當然一樣 把它刪掉 刪掉的寫法 其實跟剛剛一樣 我就不講了 反正就是 先判斷一下 裡面是不是空 這個 總數是不是大於0 是的話呢 那就把它的那個 chart object 把它全部刪光光 ok 好 那這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可是 還是有同學會覺得 還不錯 只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放兩個 把你的那個圖 按照你想要排列的方式去排列 不管是放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其實就可以按照實際上需要的去做排列 那怎麼去做這樣的排列 請各位想想看 這個地方其實比較大的關鍵應該在哪裡 應該是第一次放這邊 第二次的話就是放它的右邊 那至於怎麼去擺放這個 這個位置 可能再思考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全部的部分先做出來 然後再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做出左右的 這個可能要動一點腦筋 ok 那最好是可以自己想出來 如果自己想出來 那以後 就不用特別去背它了 就不用特別去背它了 ok 試試看 再試看 再試看 再試看